本節目不推薦任何股票 好 今天台股 因为美股早上反弹 所以台股有反弹 那很多人就急了 哎呦 没有买没有赚到 好家在你们今天没有去抢股票 不然就很惨 为什么 好 我们先看 我们先看现在 要看就看现在 现在最新的 来 各位 来 看韩国 这现在韩国 韩国比我们晚收盘 看到 这是韩国 好 再往下看 这叫日本 看到12点 1点 我们1点半收盘 对不对 他2点收盘 好 我们看他K线图 好 这是日本 好 现在收盘 好 这日本 好 这日本 这现在嘛 好 好 那这韩国 就现在 看台湾 这台湾收盘 这图都没有改变 你看图是一样的时间 这是台湾 好 再看一遍 这是韩国 看到 好 这是日本 这是日本 现在收盘 好 那我们看台湾 台湾在这里 这里什么时候的 韩国跟日本都已经跌破这一天 10月13号 搞不好更 因为我这个图是这样子 所以我抓的不是很准 好 这里是161 台股前一波低点16162 到这里涨了将近2000点 1800点 1700点 好 那我们再重一遍 再让各位看韩国 韩国 韩国时间一样 日本 再往下看 我们再看香港 这是香港 各位 有的时候我一直提醒各位 那个趋势 那个趋势如果一旦形成 不要惊败 那个趋势一形成 就好像很多人都想 都在讲天上掉下来的刀子 不要剪 这个就是刀子掉下来 你要去剪吗 大家都知道 等刀子掉在地上了 它不会动了 你再去剪吗 这我昨天讲的 台股上个礼拜三就出现卖出信 虽然今天谎谈 各位风险才开始 才开始而已 这台积电 那我也提醒你 你看台股从16162涨到17986 这样涨了1800点 就这样1800点 你抢什么不用抢 等它来下来出现买基信 再收吧 那为什么 为什么韩国 日本 香港 我们收盘了 他还没收盘 他继续 他两点收盘 继续下来 来看这里 莫德纳的CEO 这是下午两点的新闻 莫德纳CEO称 现有的疫苗对付 看到 我对这个很拷口 我都把他叫Omega 叫Omicron 好 定户Omicron的效率降 道琼极跌 这起子 道琼电子盘极跌500点 这是下午两点 那我请问你 你今天去抢股票 你心里怎么想 我昨天也提醒各位 股票市场 真正的赢家 他一定要等到7.4确立 我昨天拿故事跟各位 拿换例的故事跟各位讲 那不赘述了 当7.4确立 换多换空的时候再来 好 我们再看台股 再看一遍 我请问你好了 来 我把它拉延 我认为台股 有可能会再次再来像这样子 这今年5月 后来再从15159涨到这里 涨多少 涨了将近 涨将近3000点 2000多点 现在才在这里 有可能是在这个位置 你等它下来 这下来会很快 所以我说股票市场赢家 当他不对的时候 大盘不对系统风险的时候 他输得比较少 当行情上来的时候 他会赢得比较多 这才是赢家嘛 所以不要激着墙 好 来 那股票很简单 什么股票可以买嘛 我讲的你们不相信 可是市场 我应该讲说 我不敢讲我讲的是真理 我讲你们不相信 可是它就事实上就这样子嘛 让你说有准不准嘛 来 要还要 12号 就上上礼拜五12天前 12天前 108 我会告诉你 他会够213 为什么会够 213不是用拆的嘛 不能用拆的 因为我说会够 那 我问你今天有没有够啦 我们看今天有没有够啦 这多少钱 225.5 看到 225.5 这样停锁起来 来 再看一遍 要还要 108的时候我告诉你 那研瘾 我要告诉你研瘾嘛 来 要还要拿到 FDA的药症 然后拿到7年的独占权 这我都讲过很多遍了 好 那 我也把药价 还有总共有多少人确诊 多少个病人 他大概市场有多少 我当时我每天都提醒你 要还要的股本26亿 我说按照市场 按照市场 他们公司在美国也有子公司 按照他们的市场去估 我说他只有一层的 一层的病人 一层一层啦 10%的病人 他的营收就一年了 就有500亿 他股本只有26亿 可是他如果一层就有500亿 他如果全部都来 一估的话 应该有16万人 只要来10万人 就不是全部16万人都来 1万人就是500亿 10万人就是5000亿 我说5000 假设做5000亿 台积电的股本是他的 台积电的股本是2.6兆 他是 他是26亿 台积电的股本是他100倍 台积电的股本那么大 他也不过做2600亿 台积电是2600亿 他一年也不过做1.3兆左右 大概做他股本的5倍营收 可是药花药 如果按照报纸三月解读 我说他一年 一年 他会做20倍的营收 台积电才做5倍的营收 用股本去算 那我说药花药会多少钱 可是没有人理我嘛 可是 来 注意看 都可以买了 并不是不能买 118.5 买不到嘛 买不到 还是买不到嘛 还是买不到嘛 第五支漲停还是买不到 第六支的时候我告诉你 这最低164 就是我说 当时我说你借我这边追漲停的人 未来你还是应该不会吃亏啦 好这189.5嘛 然后呢182 然后呢190 就追漲停 追第六支漲停也不会受伤啊 好 25号 26号 好 你昨天嘛 今天 好我们再对一下 我为什么不厌其晚的告诉你股票来 69在这里 108在这里 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第二天两天 213这里 这213不见了 不见了代表什么 被超越了嘛 被超越了 那我讲过很多遍 输没关系 股票市场输都没有关系 可是 只要你逮到一次 像药丸药 你逮到一次 他就一倍 一倍你不知道有夠吗 可是一倍还是小额科嘛 为什么一倍还是小额科 我们看更多倍的 各位 单字今年 今年莫德纳 莫德纳 那上市以来涨了42倍 单单今年就涨3倍 当然3倍是算少 莫德纳 好 那BNT呢 BNT总共涨几倍来 BNT总共单单今年 BNT今年涨了4.69倍 可是全部它是涨了27倍 28倍 它从12块涨到460几 有没有 涨了20几倍 看到这BNT 这莫德纳 然后呢 然后今天 我们先看 外资在做什么动作 外资昨天买了60亿 上市股嘛 对不对 今天大卖了160亿 我昨天讲得很清楚 我说 那个盘是不对 你们不要卖鸡肉 今天外资 把昨天买了60亿 卖了再加卖100亿 可是外资买了什么股票 我们来看这里 好 6589 台康升级777 好 那我会你的股票来 6712长盛 今天外资买了122张 今天来看电脑 6712长盛今天比较弱势嘛 因为为什么 好像盘不对 有些人就赶快又卖长盛了 然后又跑去买电子股了 没办法 然后呢 来我们看昨天 昨天晚上的收盘 我们来看莫德纳 来 莫德纳涨多少各位 在这里 昨天涨11.8% 看到 所以我说你要做股票 除了 我应该讲 有人说要做安全的 做安全就买台积电就好 最安全嘛 所以最安全就是 好像也没怎么跌嘛 可是好像也没怎么赚嘛 那就买台积电了 这是最安全嘛 不是吗 你又想赚钱又想安全 所以你现在没这回事嘛 你想赚钱你就是 要看 我常常讲一款人一款米 要看你的见解 或者你的判断 其实 我请各位判断不是叫你去 研究股票的基本面不用 你就研究投顾老师就好了 投顾老师从一点半收盘 我们会员从一点半收盘到晚上 最少有10位分析师吧 那你就把这10个分析师研究一下 哪一个老师 他敢做一档股票 那这样就好了 那有些老师是每天都给你新的股票 因为他是在介绍股票 其实他也没有错 他们都在介绍股票 今天强势就介绍给你 赚钱不赚钱 那是你的命嘛 反正我说今天只要抢我介绍给你 今天抢我介绍给你 我如果介绍对了我自己再讲 你就以为那个老师很厉害 你不然你叫他做一档 叫他带你一档就好 因为会员都做一支股票而已 张总某有钱吧 他只有一档叫台积电 你去想为什么 为什么这些上市上贵公司老板都很有钱 所以他们都做自己一档股票 做自己的股票 如果不要多就是 他跟他的子公司交叉持股 你告诉我他叫去买其他人的股票 他不会啦 就算以后买是买一下 然后后利就赶快跑了 他们都做自己的股票 所以你看为什么有钱的人也有钱 那你想翻身了 你想利用这个时间 我说 时势会造英雄 这个盘势你认为会不会下来 再看一遍会不会下来 我请问你来 现在在这里嘛 现在在这里 上一波就是台湾当时严重嘛 就是万华事件嘛 对不对 很严重嘛 后来涨到一万八 这一波 昨天日本啊 守国啊 边境管制啊 现在很多国家都边境管制啊 那你看莫德纳的老板自己讲 当时大家认为不严重啊 可是莫德纳认为 现有的疫苗对于 Omicron 对于Omicron的效率降 就是这样 重点在哪里 你只要确诊了 因为他有那点容易感染嘛 那感染到时候会 医疗会 我们叫医疗会崩溃啊 医疗你诸位 你没有那么多病床 因为他又比第二台更快嘛 日本已经有一例了 台湾怕啊 台湾现在还没有 还没有边境管制 最少你有 你是本国人 或是你有签证的 都还可以进来啊 那万一有一个破口 我请问 这里啊 你在这里去抢 你有什么好赚的 你等到落底的 这是2700点啊 那这里理论上会下来 我说这里1600 守得住就很厉害了 这里就1500啊 我们要整市啊 1600啊 这里1500啊 如果能 这里能守住就很厉害了 等到那个点再来买就好了 要买什么股票嘛 我昨天也讲得很清楚 连莫德纳昨天标20几% 今天再标10% 莫德纳的 莫德纳的疫苗是针对原始病毒 叫原始病毒就是武汉会员嘛 武汉病毒 武汉的病毒株所设计的啦 包括各位现在所打的 都是武汉病毒株所设计的嘛 没有变种的嘛 变种的谁谁谁 莫德纳可以涨40几倍 BNT也可以涨20几倍 连 连台湾的高端哦 用高端来讲 高端 各位 高端这里是27块 涨到417呢 那我说台湾会再出现 类似像高端27块 涨到417块 涨到一二十倍的股票 而且一定是疫苗 因为疫苗是全世界的量嘛 你看这单单 要玩要也不够是16万 16万个 美国只有16万个病人 16万啊 这16万个病人而已呢 他拿到这7年的独占前 16万个病人 他股价就给你标一倍 因为你们不相信 我说你也要好 所以我刚刚所讲的 你也怕死 你也要把台积电办办法做 你也要好 买小食肉的 来高端嘛 买20几块的高端嘛 这里很艰难 没错啊 这里全部都是你的 那有什么股票会比高端更好 有什么股票会比 我讲股价台湾啊 会比联亚更好 会比高端更好 所以我说他可能都会跟 那么多瓦克这些BNT来比 那你有没有想说如果BNT来买他的专利呢 或是莫德纳来买他专利呢 因为莫德纳市值多少 莫德纳市值 我说市值大 莫德纳也不过这疫苗而已嘛 莫德纳市值是1494亿美金耶 那质量股票才148 是他的十分不是哦 28分之一哦 对不对 不是28哦 280分之一哦 因为还要乘你美金啊 他280分之一啊 我说他随便嘛 他只要拿个20亿美金 跟你买个专利 20亿对他来讲很简单吧 他市值是1400多 他拿个10%到15% 来跟你买一个专利 那专利有多好用 我等一下讲 休息一下再回来 本节目不推荐任何股票 现在每一个人开始都会紧张了 因为Delta病毒是16个基凸 蛋白的我们叫突变 可是新的 我们你肯的 我们你孔的 这个他是32 有32株的基凸蛋白的突变 所以 来 这是最新的下午2点的时候 莫德纳的CEO说 现有疫苗对Omicron的效率降下来 没有用 他连他莫德纳都认为没有用 他认为最快 最快大概要等到大概明年 好大概明年 还要再修改 可要修改Omicron的突变 因为Omicron它有50种突变 有32种在 赤塗蛋白上 因为他们做的就是针对无患病毒株 所以变种他们就没有办法 那解决的方法在哪里 来看这里 注意看 好 基凸蛋白都有宿主 就人的 基凸蛋白都会在 基凸蛋白会在人的 做的糖分子上面 那病毒会利用这糖分子 把自己伪装起来 也就是突变 也就突破嘛 能够对于目前最主要 变种病毒的就是台湾 他做的 他包括Delta 那因为他做的 以Delta来讲是他能引发 他人身上较强又较广的抗体 跟T细胞的反应 那最重要的就是说 他的 每一个基凸蛋白都有宿主 然后有糖分子在上面 那我们的广效型疫苗就是这个 会把这个糖分子拿掉 因为病毒会利用糖分子 把自己伪装起来 所以只要把复杂的糖分子 变成一个单糖 把糖分子拿掉 布图出病毒的蛋白质 那身上的免疫细胞 就会 也就是免疫系统 就会检测出病毒 然后去供给病毒 所以那个疫苗 打的疫苗的逻辑在这里 会变种就是他会伪装 简单的就是会伪装 会突破 然后伪装 你打两只疫苗没有用 我伪装起来 你没有用 那第二套病毒就很会伪装 36株 也就是基凸蛋白 可是 我们你看是32株 来 看到吗 他这里是 有32种 赤图蛋白上 台湾的这个 由翁启瑞先生 所主导的 他 他所研发的这个广效型疫苗 来 不管是 莫德纳 辉瑞 米安提 或者AZ 浇生他们所使用的DNA 也就是莫德纳 跟辉瑞使用的叫mRNA 或者高端 或者诺瓦尔克 都是以 基凸蛋白作为抗炎 那基凸蛋白就是我刚才讲的 因为他有糖蚊子在上面 所以病毒会利用 糖蚊子做伪装 所以为什么会突破 现在病毒会聪明 他突破 所谓的 人家说绕过免疫 其实不是绕过 他是利用糖蚊子来做伪装 那你身上的免疫 免疫细胞 又杀手细胞 他就没办法去消灭这个所谓的病毒 那台湾做的 是台湾做得出来的 台湾做出来这个 好 那再往下看 来 他原来疫苗以外也能协助既有的疫苗 去修饰他们的基凸蛋白 以拿线有的疫苗 把糖蚊子拿掉以增强他的免疫反应 所以我一直在想说 因为台湾人 我们讲说台湾的科学家好了 譬如说做一个研究院 或者主导这一家公司的这些人 他们叫 我们叫做理工思考 医学思考 什么叫理工思考 医学思考 不是商业思考 不可以做行李 他们研究研究很厉害 研究很厉害 他都有办法研究出来 他不会做生意 那如果找我去做行李 我一定要去找莫德纳 来 你来买我专利 或是找BNT 你来买我专利 为什么 我告诉你 你只要一家买我的专利 其他家就不行了 那如果莫德纳来买我的专利 把这个糖蚊子的这个专利 可以把糖蚊子拿掉的专利 它有了 那我告诉你BNT没有人要打的 AZ也没有人要打 但是疫苗大家不打 大家要打莫德纳嘛 对不对 所以各位去思考 我刚才在讲 我说为什么人家要买 我给各位看吧 为什么人家要买 为什么 库方一直在买 然后这是8月27号 你看到8月27号 那8月的收盘 一看夜线在这里 我跟你讲 人家在买8月31号 夜线的收盘是这样子 我跟你讲 这未来这一档股票 来拉近一点 这叫107 我才会再讲107 是它上市上规最高点 那你认为会不会过 我说我们再重复一遍 我再重复一遍 我在讲 我在讲 讲要挖药的时候 你都给它动作 我耗胎的 对不对 我在要挖药的时候 你看这里108 这里叫213 你认为213会不会过 这里 这是今天 看到 213不见了 这里215 25.5 他今天在这里 你给它动作耗呆 没关系 我会 你就相信我就好了 我告诉你 我就这样子 这人家在买 我喜欢跟人家 谁在买 他为什么要买 那后面有很多故事 我就不再赘述了 然后这是今天 在这里的时候 你们不理我 好他拉上去 因为9月份 最主要是9月份 他 他在买16000张 所以9月份就不要抢 那10月份在这里 这个月结束了 这个月在这里 我画这条线 当时我画这条线 我相信没有人会相信我 我现在画这条线 你们也不会相信我 我在比107 你们也不会相信我 你们什么时候会相信我 当他超越 连两三百的时候 你就相信我了 当他超越 高端417的时候 你就跑进去买了 为什么 因为 我要不要再讲一遍 长盛的那个逻辑都一模一样 我说我刚带会 买长盛一夜包 而且一夜包以前我天天讲 没有人理我 等到后来 有人去买300 400 400 400 500 来参加会 就有了 就很多 这我不希望 我不希望 假设这张股票 这107 如果107以前都还算好 你不要 因为股票很简单 只要颈线突破 你看 这叫颈线 大抵完成以后 它上去算是一倍 107的一倍多少 就是100 所以我们不需要 未来去追高 想要了解的 资金比较雄厄的人 打电话来 现在会 明天头一个神 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因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因此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